这就是我工作一个月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江汉方舱医院 转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想起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 然后站在雨中等物资等人来和我们交接 这是我们每天上班之前来领物资的地方 情人节那天这里放了好多的康乃馨 我们还拿了康乃馨每个人拍了张照片 晚上23点45分 又是一个夜半 我要准备去接班 起来了 为了上班快 零睡前都已经把身上的刷手衣装好了 越上越少的夜班 我们回家再忘了 看看酒店的楼道 还有点不舍的 我们要来这儿换棉袄 换雨鞋 准备新的战斗 有的我们会唱歌会聊天 但是一直都很快乐 虽然我们是从那某不同的医院在一起聚集在方舱 聚集在武汉 但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大家就是心往一处 一处想尽往一处是指哪打哪 我们是一个必胜的团队 我们叫做尖刀队 我们再到检查一下自己 要准备出发了 职业的大夫也一直在写经历 现在再看看这儿 我的工作区域都已经特别干净空屋一人了 再次来到这儿看到空床 有点开始想念他们了 想念出院的患者 在这里面 都有危机医生科的病院 3004 3005 他们俩是两口子 我不知道我还有几个夜班会再来上 以后方舱测了 这儿又变成了会展中心 但是对我一辈子的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永久的回忆 战斗的地方 看到了吗 我们就要胜利了 我们的病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全部都是空床位 司机师傅知道我们可能会很快回家 特意从汉口最繁华的火车站 这边开过去 让我们好好看一看 汉口火车站 我们来了 我们以后还会来的 中国真的挺厉害挺美丹 一一生着急咱们就都来了 会靠强大的国团结的人民 我们一定带好最后一班法 不破楼兰中不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